哈囉各位魔星大們大家好 我是皮特劍 最喜歡魔星大夜 我們今天終於要來開一個新的MG 沒有錯喔 大家看標記進來的 肯定知道這個是我們2024年的 大家最矚目的MG是吧 雖然大家都說 我們這個想要別的MG 不過 他就是來了 沒有辦法 就是他了 好不好 就是他了 哇這個包得真好 就是他了 我們的 Narrative 蓄勢鋼彈 的 卡版MG VKMG 哇 沒想要我從 箱子的背面開 竟然是正面 我猜的也太準了吧 沒有錯啦 這個 好讚的MG 這個 很想要把它蓋回去 不過我們還是要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 倒出來 倒出來 希望他可以哪天 開盒的時候 就自己這樣 一隻鋼彈 組好自己走出來 是不是 我真的想太多了 好 再給大家再次欣賞一下這個盒繪 這個由Kadoki 老師 繪製的這個盒繪 設計的這個Narrative鋼彈 雖然說大家都說鳳凰才是主角 可是說實在這個鋼彈才是 領先 前衛的設計在上面 你看這個 骨架外露的感覺 跟貼上這些露片的感覺 哇 這真的是 然後又是這種經典的鋼彈的武裝配置 真的是很香耶 好 這個 大家自己 進下來看喔 然後還有這個 像鳥一樣的 核心戰機 超棒的啦 人家說下輩子想當鳥 我們這輩子就有像鳥的核心戰機了 好 開盒給大家看 我 首先 印入眼簾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 感應框體零件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 這到底年份是什麼 這到底上面年份寫幾年 2023年 在這裡 寫在這裡 ABS的 那這一片呢 應該是新的 新的設計 雖然它是基於 舊版的那個 獨角色鋼彈的那個 感應框體去 稍微做一些修飾跟 細節追加 不過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 新的鋼膜射出的零件 OK 再來的話 我們想要看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在哪裡 喔 另外一塊在這裡 這個是灰色的 Cycle Flame 這個的話 大家注意看 這邊是2007 也就是說這個齁 這個零件是 原本 獨角色鋼彈的 感應框體 那最大的不同 我們從這個 盾牌的這兩片 就看得出來 這盾牌原本這兩片 是很平滑光滑的 但是呢 這個新版的這個是 有刻痕的 有 有細節在上面的 那這一類的細節 我記得應該還有更明顯的地方吧 我也不知道哪邊可以看起來更明顯 像這個 這個 這個長這樣 那同樣的地方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不同 然後這個長這樣 看不出 所以然 我們再看 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更明顯的差異的啊 感覺上啊 透明的這個 它連背面 這次連背面都有刻畫 我不曉得我說的正不正確 這可能實際上 組起來才知道 啊這個被摔斷了 哇 酷啊 那 我記得有一盒是要寄給 我們之前 參加活動抽中的粉絲 那看來是要 看看另外一盒有沒有好一點 這一盒 這個斷掉的我自己留吧 啊如果到時候收到另外 一盒的也是這樣 那我也沒辦法 真的是 這個寄送難免會有一些問題 好 總之最明顯的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盾牌的零件 有明顯的差異 那其他部分 我是想找個差異給大家看 但是 好像 沒有差很多 那之前大家說有差異的 到底在哪裡 我很想找出來 看來都是在背面喔 所以都是背面的刻畫不一樣 正面看起來都一樣 有這種事 難怪有人說 看不出差別 那這一塊那個 背部的這個 有差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後面也是有紋路 那這邊的背面有紋路嗎 喔 這邊的背面沒有紋路 所以 確實有差別 OK 我們解答了 最重要的問題 好 再來就是 咖板的水貼 拿拉提夫的 非常的咖板風格 喜歡 但是 每一盒只有一張 探測器的這個 補色的這個貼紙 它倒是用這個 就是從那個PGU開始有這種 比較 立體的貼片 然後它這貼片裡面還有一些 細節印刷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它這是有細節的 也不是單純的 反光貼紙 然後眼睛也是 有附 所以不喜歡那種 原本的透明感的 想要直接 亮晶晶的 還是可以換貼這個 我覺得不錯 再來就是一堆的 新的零件 骨架的話 應該是新的吧 應該就沒有兼用 只有感應框體的部分 有 一部分的兼用 那一部分的兼用 代表什麼事情 就代表可以跟 舊的 獨角獸鋼彈做一個 融合 所以 所以 大家注意了 舊的獨角獸鋼彈 如果有 特殊顏色的框體 肯定是會有人拿來玩啊 肯定是會有人拿來 裝在這個 那拉體服上面 敘事鋼彈 多一種玩法 有其他異色框體的 就可以拿來玩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卡板的說明書 這個 很厚耶 這個 分量很大的一個說明書 卡板說明書 這個字 這種拍法我喜歡 黏在一起 真的是黏在一起耶 這個說明書 之前的有黏嗎 我不是很確定 這個感覺真的是很帥 鳳凰獵手 鳳凰獵手 哇賽 這個圖 這真的是超帥的啊 這個 這就是一些設計的一些 資料在這裡 然後翻開來裡面 還有一個內頁 真的是超讚的啦 還有這個灰色的框體 其實這個兼用的邏輯我覺得 滿聰明的 反正那個灰色的框體 不需要透明嘛 所以他就是用舊的就可以了 欸這個想法很聰明 相當的聰明 但是新的框體為了要透明 就做了兩邊的細節 相當的棒啊 真的是相當的棒 那再來呢 喔這個說明書也不一樣 裡面有 每個部分要用的這個框架表耶 哇這個不太一樣耶 好舒服的一個組裝體驗的樣子 喔 這邊一堆打叉的零件 這個就代表啊 很多獨角獸鋼彈的零件是用不到的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Grey 這兩個都是灰色的獨角獸的框架 OK 其他就是全新的部分啦 先組核心戰機 水喔 這果然是不太一樣的一個順序 再來就是組身體跟頭嘛 身體先 然後再來頭 再來手 腳 腰部 然後整個裝起來 喔 Nice喔 再來是背包 好再來就是這個C裝備 C裝備其實就是感應框架架盾嘛 對啦應該是這樣沒錯 OK 這邊就是教你怎麼樣把 感應框架做一個換裝 What 教你怎麼換嗎 真的耶 真的是教你怎麼換耶 OMG 這個卡 竟然需要這樣 其實有點複雜耶 我覺得 我覺得挺複雜的 OK 好 最後有這個配色表 哇 也是挺複雜 密密麻麻的資訊 OK吧 這個OK吧 好 其實以卡板來說 我覺得這 這其實很不錯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 卡板的敘事鋼彈的一個開箱 這一次的話我覺得 這個算是有誠意 但是大家未必喜歡的一次的 產品 我不知道耶 這個鋼彈大家怎麼看耶 那如果你喜歡或不喜歡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阿燕討論一下 那至於阿燕要怎麼做 也歡迎大家敲碗 或是提供一些想法吧 之前有人說要 改色什麼的 這個 都那麼像牛缸 又這麼像 獨角獸鋼彈 到底要怎麼改色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見囉